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居舍论 大家都知道居舍论 实际上是释迦牟尼佛在不同根基的众生面前 转了八万四千法轮 八万四千法轮归纳起来三转法轮可以这样说 三转法轮的初转法轮实际上是四地法轮 四地法轮的广作解释从见解上面广作解释 我们的居舍论 所以这个居舍论完全解释 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的教义 有些人认为这个居舍论是一个小乘法门 这就没有什么的 可是我认为我们很多人还是小乘根基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出离心还没有生起来 小乘最主要的在这相续当中 小乘修行人首先是在相续当中 一定是有处理心的 但是我们相续当中连处理心都没有生起来 我们还是个小乘根基的部落 如果我们自己小乘根基都没有 小乘的境界都没有 我们要不要求这个小乘的法应该要 这样比较保险 而且一般普通的众生的根基来宣说了 释迦牟尼佛对万世万物的看法和观点 因此我们《俱舍论》学习非常有必要的 下面是讲虚弥善 虚弥善前面整个我们对宇宙世界的看法 有一天我给你们专门讲过 我想这个道理应该有些人发心的话 写在文字上我们倒是看一下 尤其是佛教七世界的观点和 我们现代科学对七世界的观点 尤其是我们现在的人来讲一定要了解 如果不了解的话 我想那天我讲的还是 应该基本上把有些道理和想法都给大家说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影响 尤其是现在《俱舍论》当中 对七世界的观点跟现代科学的观点有些不同 但是不同的原因不同的看法 这些都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所以我们再次不用多说了 现在按照正式《俱舍论》他自己观点 虚弥善的位置 虚弥善的位置的观点 这个直接解释应该可以 下面说 虚弥善有四层戒 监据一万一千叶 虚弥善它从海面大海一下是飞天的境界 虚弥善有些《俱舍论》 尤其是《正念经》 《正念经》当中 它虚弥善的下面里面是空的 大海一下里面是空的 然后这里面有很多飞天的世界 这是《念珠经》当中有详细记载的 《俱舍论》大书里面有详细记载的 大海海的以上 虚弥善中间本来是有八万有行 大家都知道 一万一千有行的地方有四层戒 就是四层戒 分别高出一万六八千 四千 一两千 一二千 虚弥善它上面 这个我们有时候看有一些图上面 表示出来的话比较容易动 它虚弥善往外面图出 就像我们房子里面打书架的时候 这个班子比枪往外面图出一样 它虚弥善刚刚海上面 往外面似曾是突出 突出在往外面 也有这样的 但这个以前预先论师他们的有些观点稍微有点不同 但我们这里就不用广说了 意思就是说分别往外面出 往外面出的话 有一万六有行的 还有八千有行的 四千有行的 两千有行的 分别从下面往上 应该有这样一层一层的往外出 然后往外出的上面有四大天界 这个我们下面还可以讲 居于必处有四盘 持满 长嘴 知要叉 往外出的上面 持满 长嘴 要叉 然后最上面 第四层上面 四大天王 诸天人 七山也未必之处 四大天王的地方实际上是七座山 我们因为其他四大不足 居住的人类 中间的七大山吧 七大山实际上是天界 天人也居住在七大山上面 他这里这样讲的 持续面山有四层 他们之间的距离是多少呢 中间的距离为一万一千有行 他们各之间的距离是一万一千有行 那么所有的层戒比外面高出多少呢 第一层线外突出一万六千有行 第一层从海面上往外面 它上面是平的 然后是斜的 就像我们打手架的时候 有时候上面是平的 你手可以放的 然后下面是稍微斜着的 这样的话第一个往外突出的是一万六千有行 然后第二层突出八千有行 第三层四千有行 第四层突出的二千有行 在这些层戒处有何者居住呢 那么这些层戒当中是哪些天人居住呢 第一层地方属持生满甘露宝盘的瓷盆 瓷盆窑实际上也是这个咬叉 他拿着一个大大的盆子吧 有些传说当中因为大海害怕涌现 一直一抹须面山 他整天用盘把大海的水不让上来 不一直这样上来用盘子把水泼出去 也有这样的 但是这个可以说是众生的业力不相同的 业力不相同的话也有这样的 也有可以说是这样的 但完全是不是这样呢也不一定的 因此我们在佛经里面和论典里面的 有些解释的话我们说虚密善事是不是不存在 也不能说是不存在 在某种众生的根机面前应该说是存在的 那存在的话现在我们所见到那样 为什么不存在呢这也是不一定的 所以我看也是有一些公案的 但这里也不用讲吧意思就是说 我们刚才那个磁盆腰刹吧 磁盆腰刹实际上就是海面上 它水面上 大海面上面 往外突出的上面具有磁盆腰刹住在上面 然后第二层截处第二层截 受持珍宝莲花满的磁满腰刹 磁门腰刹住在第二层 第二层 虚密善的第二层上面 这也是这个腰刹 然后第三层截吧 第三层截处很是为磁酒陶嘴的 长嘴腰刹 这三个全部属于腰刹的 这是我们有些大经堂的门口上 专门有虚密善的整个像画得非常清楚 然后这些腰刹也是赤字各自的标志 赤字各自的标志 古老大寺院的门口上专门有画有七十节的像 这个华文当中也有明显的 然后第四层处吧 第四层处有四大天王的诸天人具住在那里 这个已经第四层了 还没有到三十三天的 这个地方因为四大天王天界当中是第一个 天界当中从那个地方开始算四大天界 下面可以说它属于一种腰巢 是非人的腰巢界当中 那么这个地方第四层界是四大天王 也就是说四层界的东方上面有 赤国天王的宫殿与赤国天王 它是须密善的东南西北不同的方向 有四大天王具住的 东方有赤国天王 然后南方是增天堂王的宫殿和它的增长天王 西方光目天王的宫殿和光目天 北方多闻天王和它的宫殿和多闻天 这叫做我们经常所谓的四大天王 我看四大天王都是 汉传佛教很多寺院的门口上有四大天王的像 一进去的时候 很多人可能四大天王都能说得了 但是四大天王到底具住在那个地方 不懂居士的人他们都不知道 他们认为天界当中肯定在天空里面 可能心目当中这方面根本不讲分析 不仅如刹而且七经山处也是四大天王的天界 这个也是实际上属于四大天王的天界 因为它里面没有人类的具住 属于四大天王的天界 这是我们讲的刚才一山 须觅山上面有这些 首先这个希望大家应该记住 须觅山分四层 四层上面有哪些天王和有哪些遥叉具足 这个一定要记住 然后接下来讲三十三天 须觅山的山顶上有三十三点的供典 这是我们一般须觅山的画像当中可以看得出来 它须觅山的最高 因为须觅山以上的天人就像天上的云一样 没有直接依靠处 按照俱舍论的观点 上面本来还有六种雨天 六种雨天在天空当中具足的 然后须觅山真正我们所谓的大地构成的 这样的话须觅山的山顶上 有三十三点的供典 那么它的周围有八万游行 必变八万游行业 放于四层之壁处 然后它放于四层的地方 数字金刚护身举 刚才那个三十三点 它相当于是我们现在的一大花园一样的 中间有三十三点的尊圣供 然后它的周围 它的四方有 相当于现在的一些 我们有些三蕴寺 它中间是三蕴寺的供典 周围有围墙 围墙上面也有一些别的供典 这里也是这样的 四处护持天人的诸佛菩萨的化身 数字金刚 数字金刚就是住在哪里 数字金刚也是按照俱舍论的观点 我们密宗的数字金刚不一定是它 但是实际上是诸佛菩萨的化身 让天人们从防疫当中获得寿星 经常有树立四字金刚的这样的天人 具足在它的四层楼上面 然后中围三间尘 那么三十三点的中间 也可以说刚才那个周围有数字金刚 数字金刚所保护的中间的话 那么这个叫做三间尘 三间尘的话真是三十三天的 它里面的城市 比如说成都城市里面是城都 郊区的话还有其他的皮线 还有什么仙啊 什么观仙 然后是八一 八什么 有很多的 这个不属于它真正的城当中 所以它的真正的三十三天 有三间尘 三间尘 它的三间尘的边长 二千五百游巡 然后游巡 还有一游巡般的 金刚星的大地 大地庄严 具有碳性的 欲必处有尊三宫 那么中间有三十三天天王的宫殿 真正的城中间的话 现在背景的中间是故宫一样的 然后边长二百五十游巡 比处 刚才尊圣宫的边长是二百五游巡 然后尊圣宫的周围 天人 天女经常一些晚乐的地方 有四大公园 四大花园 那么这四大花园分别为 为宗车园 粗儿园 粗儿园 宗里园 细里园 这个是三间尘里面 天人 天字经常在那里 享受快乐的花园在城里面 然后城以外 城郊区以外 在外面的公园的话 这些一般用现在的一些大城市来看的话 必等另外四方 距离二十位苗地 在外面向四方向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离尼连二十游巡的地方有四大苗地 东北支语大象树 刚才三间城东北的地方有大象树 城市的东北语地方有大象树 西南语的地方有三法堂 这些我们应该 下面是可能要 是不是 你们都没有了 昨天都肯定没有看 讲到哪里都不知道 不管讲到哪里就可以了 反正听一听可以 不断传承就可以了 或者断了传承也 再用道友的录音机来补一下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闻思的态度 你们反正今天没有课也可以 有的话稍微听一下过一下就可以 然后再说下去 徐弥三十三天 为什么叫三十三天呢 因为哪里有八生财 还有为蒙十一天 日生十二天 然而凌罗二字共为三十三个天生 所以叫做三十三天 这些具体在有些词典当中也是有 你们自己想查的话写三十三天的每一个天人的名称 或者由于三法堂等三十三处而得名 或者因为三法堂等他们有三十三个地方 有三十三个可能是我们现在的说法 可能三十三个 怎么说呢 这个城市有三十三个区吧 像整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区 我们学院也是上面是 那玛区 九摩区 俱舍区 这样分三个区来讲的 那么三十三天的话 当时他们三法堂等分三十三个区域 从三十三个区域的角度来讲 取名为三十三天也可以说 或者三十三个天尊具足三十三个主要的天尊 当然还有很多的天尊 但是三十三个主要的天王 包括他们的天王和大乘全部具体有三十三天 因此叫三十三天 那么它的量是多少呢 它的每一边 三十三天的每一边有八万游行 俗层三十二万游行 在须弥山的四方四域有四层路的 一边有二百二十五游行 高度五百游行 四层 它的四方四域有这么样的一栋路 可以这样说 然后四层路是数字金刚摇草为天 保护住天人放逸系列之处而具足的地方 第四层吧 它们有四层路 这个四层路实际上是数字金刚 保护天人不放逸的 是金刚数字具足的地方 然后三十三天中央是三间城 这个是三十三天里面最主要的大城市 整个里面的城市就是这样的 每一边有二千五百游行 主上是一万游行 高度一点五游行 成面是金子的自行 地积有一百里一种燃料美化 它整个地界也相当于跟极乐世界 基本上是相同 我们《极乐愿文》里面也是说 极乐世界虽有贪心的一种大地金刚 具有最足其佛的这种贪心 在三十三天也是这样的 我都有时候想现在我们有些 比如说社会上也是高级宾馆 这里面不管是住的地方 睡的地方 全部是具有贪心的一些西蒙士 沙发 他们可能想学三十三天的生活 三十三天的整个大地都这样的 但我们这里的大地不能这样的 大地是很坚硬的 整个大地都变成走路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牧尼堡那边 大地都不要说具有欺负贪心 有花瓶场一样的 昨天我下来的时候有一个喇嘛上来了 他在路上打在地上 我从那边哗 下起来 然后我们两个旁途 哇 晚上他也没有拿电头 我也没有拿电头 他也笑着 我也笑 所以三十三天不像这样的 三十三天不管是大哪里 还是现在很多人们认为是沙发 西蒙士 觉得特别舒服 可能他们想学习三十三天和一些极乐世界的生活 但是我们有些众生来讲的话 这个一点都是不舒服 不如还是坚硬 可能好一点 999门的每一门各有五百个僧 撇着盔甲和受持各种病人 守护保护着三十三天的诸天人 他外面三十三天的外面举摆每一个门有五百个天人 包括三十三天所以在三十三天的诸位 我们有时候也有一些画的 比如说天界的一些坦卡里面也有这些 外面有各种兵器的一些天人 当然五百个都可能不能画出来 但是也有很多的天人聚集在他外面的一些门当中 也有这样的这是三十三天的中间 现在描写着整个诸位有这样的城市的门 以前印度的很多城市也是这样的城门 有东门 西门 南门 不管是出哪一个门那里面有很多的守护 这是我们看《师尊传》的时候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当时释迦牟尼佛向求其出家的时候 首先是在王宫里面也很难以逃脱的 即使王宫里面出来的话 在城市的东门 南门全部也是有守护的门 所以这个时候也很困难的 在三间城的中央有帝氏天王的主厨尊僧供 我们经常想这个房子修得特别特别好 你的房子都是装修的 现在刚刚装修完已经付了一千五百块钱 很不错的跟天人的尊僧供没有任何差别 有些人是这样讲的尊僧供 他的每一边仅有二百游行 这个尊僧供是很大 不像我们现在的一些小小的房子一样 二百游行 住上是一千游行 高度半游行加上八十分之一的游行 有一百零一座宫殿 他尊僧供里面都是有一百零一座宫殿 每一个宫殿有一百层路 每一层路有七个房间 每一个房间里面有七位天女 每一天位有七个侍女 然后每一个侍者的女人有七个绕坡 就是绕坡 他们有古代的语气 让天人生起欢喜心 经常来享用这些音乐 这是讲尊僧供德 然后圣经称为二十游行处 东方游 我刚才讲的天人里面玩耍的 有四大花园吧 东方的花园叫做 我看成多有没有东南西北多斯花园 杭州有没有 杭州好像有一个地方 你说杭州的时候 有些东方有种村园 南方叫做粗儿园 西方是扎林园 北方是西林园 这些园林的四方间 各十游行处有四庙地 然后这些花园的四个地方有四种苗地 也即使说是东方的棕策园苗地 南方的粗儿园苗地 西方的杂林园苗地 还有北方的西林园苗地 有四个苗地 这是那个 这些城市还是很难以解释 解释也没有什么可解释的 读的话也心里不太满足 不如还是讲一个中观的深深观点好一点 你们可能很多人的书也是没有的 后来电脑出问题 后面这个书的字都忽乱了 所以我们后来就铺了这个 但是中间可能是你们都忘了 还是很多人都没有它 还是不知道什么 三千层的东北鱼有大象树 这棵树相当大的 乡下插入五十游行 一百游行向上它的树质 然后树叶遍布五十游行 方向顺风向飘三一游行 他随着风的方向飘一百游行 然后栗风向飘五十游行 一般的位随风飘向还是有的 但是栗风而飘向非常少的 但是它的位置也非常利 这样栗风也是飘向五十游行 在此树前面如兔子的一个核蛇 有一个也可以说是现在的一种水泥地一样 树的下面有这样像兔子般的一个核蛇 然后每一边 那么这个一般天人经常我们有些 我都有时候像现在的有些灯光球场一样的 或者树下专门天人游戏的地方有一个大核蛇 他的每一个边有五十游行 每一边有五十游行 树上二百游行 然后高五点五加上八分之一游行 他的上方称施著 刚才他那个狮子大石板的上方 就像现在的水泥地一样合适 那么这个上面称施著大天王的四字宝座 以及他所属三十二天的宝座 当时他们夏天的时候 中天人于夏天四个月期间 居住在那里 刚才那个大石板上 夏天的时候因为刚才树一颗大树吧 大树下面像水泥地一样的这样是吧 然后在石板上面有法座 三十三天里面的天王的法座也在那边 然后三十二个眷属的法座也在那边 还有很多他们的眷属 经常打了夏天的时候 在其他的赠颂宫里面有点热 实在是不行 最好还是我们打树下面来去 然后喝一点饮料 吃一点饼干坐在那里 原来我们去深圳的时候 有一次到外面的植树园 植树园有一棵大树下面 当时法王老人家和所有的 沙尼美洲他们都在 我们在树下 夏天的时候也是比较热住在那里 当时的生活还是很羡慕的 但是也不可能再出现 所以当时他们夏天的时候 就是居住在那个树下 然后在他的跟前有护地神 护地神像 在这个地方还有大象 还有这个大象 护地神像 我们经常说是天人的护地神像一样的 他的身体速度游行 特别高大 幻化处的三十二头上 能长得起三十二个天尊 我们不是大圆满前行当中也是有吧 有时候跟飞天作战的时候 三十二个眷属住在外面 然后天王住在中间 他们全部起在大象的头上 然后往飞天进光 所以三十三天的大象他们住在可以有大象的头上 什么三十三天的天人可以全部都坐在大象的头上 他幻化处的有三十二个头上面可以长得起的三十二天人 然后中间的头上住三十三点天王 三间城的西南与各受游行处三法堂 刚才三十三点的中间不是三间城嘛 三间城的西南往外面也可以说往郊区 有时候往郊区让处处开车的时候 他们都是不愿意开我们不敢过去啊 过去的话会收费的就是会不敢出去的 如果你增加五百块钱的话 我去去一趟 所以郊区这个地方有三法堂 我在三法堂有一个朋友 你可不可以到我到那里去 这个三法堂到底在哪里 就是西南方 然后三间城里面不是三间城往外面 他一直听说在门的那边卖了房子 然后出租车的司机要四十块钱 最后我不愿意给四十块钱 我给三十块钱可不可以 三十块钱你如果不做的话 我也叫他去 后来说好好好 那我去了吧 就算了算了去了 给你少一米 然后资金为三百游行 三法堂的资金是三百游行 周边有九百游行 比三间城高厨三点五游行 那里也有天王与 这个数数三十二天的宝座 那里也是他们有时候 就是事情不多的时候 在夏天的时候在里面的 刚才那个大树下面 他们有时候到那里 有时候二十有行以外的三法堂那里去 因为三法堂这些三十三天的天王 眷属大城他们在哪里也有房子 哪里也有宝座 他们可能不像现在的人一样 现在的人在城市里面买一个房子 稍微有点条件的时候 在城市外面二十有行的地方也买一个房子 但是三十三天可能不是这样的 天王有钱的时候里面也是做一个宝座 在外面二十有行以外的地方也要做一个宝座 可能跟天人的生活和人的生活有点不相同 人需要居住所以需要房子 天人一般其他饮食自然而然集聚 因此三十三天在那个地方 也天王和三十二个眷属都有它的宝座 中天聚聚彼此和思维 人天知识与正法知识 他们经常在集聚那里商量 他们集聚 我们现在人间很多人造恶业 看看他们如何如何成法 然后现在天人的正法如何 以后学院看看怎么样闻思修行下去 今天南宗这边有很多观家和堪布和佛 都是准备商量以后学院看看 现在四十九天马上完了 然后首先南宗这边的各个班和文思修行的状况怎么样 今天要商量 他们说商量的地方找不到 我说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 我们到前天区的地方去的话还是有一点吃的 我觉得提前要不要我们到那边人也不太很多 如果你们要这样的话 我们的善法堂这个是不是叫善法堂呢 我们干脆把这个房子叫做善法堂吧 有时候有一点吃的 有时候也商量一些学院的事情 人天的事情还有闻思修行的事情 所以以后这个名字叫善法堂好不好 善法堂的话也可以吧 堂是一个净堂 它这里的地方也可以叫做善法堂 我们一间房子为什么不能叫善法堂 他们就经常邪善和思维 人天之事和一些正法的事情 好 今天讲到这里 315分钟 邀请偿 阿彌陀佛 二冠二 阿彌陀佛 二冬